同志们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盘今天小幅反弹13点 我们看一下今天是个小震荡 中场是涨13点 大盘目前在这里 这一波已经跌很深了 今天是9098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已经跌了579 反弹之后无力又回到前波低点 当然这条线以上全部套牢 也就是大概从6月初开始买进股票的 7月8月到现在9月 除了这一天 那其他全部都套牢 6月开始套到现在 现在9月24号 9月快要到月底了 所以说起来算是蛮可怕的 6 7 8 9 哇 四个月了 再一个礼拜就四个月全部套牢了 好可怕 所以你把方向做对 真的股票上是很快乐的事 那反过来做错了 生活压力 那真的是很大 很痛苦 对不对 你看这四个月买进几乎 除了这一天几乎全部都套牢了 电子股的格局好像一模一样 所以很简单四个月过去了 你可能从6月初到现在9月下旬了 你可能四个月买进的你都还没有赚到钱 所以我们说你在操作过程里面 要不断地反省 要不断地检讨自己 检讨什么 来 张宜明股息录 279 如果你的操盘方式是对的 那你早就赚大钱了 那如果你是赚了小钱或是赔钱 那很简单 你的方法一定是有问题 你的方法一定错了 懂意思吗 方法跟路径如果是对的 你想要的都可以得到 因为这是股票市场 懂意思吗 做对方向 你很快就会得到奖励了 来 张宜明股息录 317 做对方向股市会对你奖赏 而且很快就会出现了 做错方向股市会对你处罚 而且会很快就出现了 所以散户老师在奖赏的时候出场了 做对方向要奖赏给你的 哇 你做对方向一档股票 这是一档标股压对了 结果赚3块就跑了 这可以涨100块 结果赚3块就跑了 所以散户老师在给你奖赏的时候 要给你满汉全息的时候 你吃一个肉包子就跑了 要处罚的时候 弹平 为什么要处罚你做错了吗 你这股票是转空就你买多单了 跌下来你就受伤了 受伤你处罚的时候赶快弹平 再跌再弹平 再跌再弹平 所以散户股票永远套一堆 所以高手股票越做越少 现金越来越多 那散户刚好相反股票越来越多 现金也越来越少 因为套了股票都一直买一直买 在摊平再加码 所以我们说散户老师在奖赏的时候 人家要奖赏你了 要奖赏你一个大奖 给你一个标股了 结果你赚2块就出场了 处罚的时候 你做错了 要给你处罚了 结果你再摊平 所以怎么样 为什么他们很难赚到钱 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方向都错误了 操作的方式 操作的方法也错了 所以老是赚不到大钱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来思考电子股 你应该怎么做 应该这一波做多上来 那是不是到7月初 开始卖掉股票 准备反手放空 那如果这样你就会赚大钱 为什么这里要卖掉股票 7月初的时候 为什么卖掉股票 7月初的时候 看上来 哦 你们开始要准备把股票卖掉了 有没有 因为卖出去 那已经出现了 这一段到现在 你就不能去买任何的多单 懂意思吗 看完是不是很简单 对啊 就这样一路做都上来 到这里之后 反手卖掉多单 开始准备反手放空 然后这一段 不要去买任何的多单 因为它是空头格局 那如果你是这样做 恭喜你 你一定会赚到大钱 张宇明是不是这样做 我当然是这样做 不然我要怎么做 很简单 这方向告诉我们很明确嘛 是不是 那很明确的方向告诉你 你就应该把它做对啊 所以通常跌的时候 散户是避不开的 为什么 他没办法判断 来 张宇明股市值5318 散大跌 涂地 跌的时候要避开 当然要避开啊 你没有避开你就会受伤 你就会套牢很多股票 对 所以散大跌是涂地 赚大跌才是师傅 哦 因为大跌也可以赚钱 当然可以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股票大跌 因为你不会做另外一边 所以他都不喜欢股票大跌 但大跌如果能够把它利用成利润 你看对方向跌当然就变利润了 那在股市里面 恐怕就没有什么更难的事了 为什么 因为散户都会做一边嘛 他不喜欢大跌 他只喜欢股票大涨 但是偏偏股票会大涨也会大跌 所以散户赚了钱 通常要再吐回去 然后再倒赔 那最后股票套一堆 就这样哦 所以我们说散大跌 散当然一定要散 因为跌你一定要散 散大跌是土地 赚大跌才是师傅 那大跌你可以问说 张爱敏你是土地还是师傅 我当然是师傅啊 我怎么会土地 哦 天哪 怎么会赚这么多 头这边哦 哦 怎么赚越多 头这边哦 所以你说困不困难 我觉得不困难 因为你做对方向 给你奖励是必然的结果 不是吗 刚刚有讲了 当你把方向做对了 你得到奖赏 那很快就出现了啊 所以这两个都会来 你把方向都做对了 企业初开始转空 你把方向都做对了 头边哦 那这是应该给你的奖赏啊 这很正常啊 这有什么不对 这哪一笔是不应该给你的奖赏 这哪一档股票你应该去追 然后赚到钱都没有 都跌下来 对不对 那既然你把方向做对 这当然是给你的奖赏啊 这很正常啊 不是吗 这有什么困难 但是你想想看 你看了多少节目 这两三个月 哪来跟你跟你说 卡那快转空了 会跟你讲空的 都是空五六个月了啦 他早就被嘎空 会员都死光光了 高档能够叫你卖股票 开始叫你反手放空的 叫你避开的 那毕竟太少了 是不是 来 大力光 请问大力光 你去做多 你赚不到钱吗 当然这一段一定赚不到 因为这段是多头格区 但现在你在做多 你就赚不到了 来 看股神系统 这一段 这当然是多头格区 你当然做得到啊 这一段转空了 你再做多单 你会套牢了 那是不是很简单 对啊 很简单啊 是很简单啊 股神系统拿出来什么都很简单 因为方向很明确嘛 当然都很简单 游戏股 132跌到86.5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跌 一跌35% 很多人说 对啊 游戏股 游戏 那既然是游戏 什么时候会营收很高 7月8月啊 跌了一波 所以买进去就说 哇 赔了35% 赔了46块 然后赔的莫名其妙 也赔的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输掉前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输掉的 你看多可惜 是不是很不应该 那下一次呢 下一次还是一样啊 你这一次找不出原因就输掉 那下次还是一样 再输一次啊 经过三次 五次八次还是一样啊 再输啊 因为你不晓得怎么输掉的嘛 那你不晓得怎么输掉 你下一次再踩一只陷阱 那是为什么这段不能买 来 让股神系统告诉你 这段 为什么不能买 答案不是很清楚吗 什么格局 空头格局啊 这有什么好说的 那就是卖掉 不然就反手放空啊 这有什么好说的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散路很容易 把自己很多的想法 加注在股票市场 然后以为自己很聪明 那就完蛋了 懂意思吗 来 张艾明股市录310 如果赚不到钱 那么很多你认为 你认为你认为 你认为暑界应该 游戏股会大涨 你认为iPhone6出来 大力观应该大涨 很多你认为 要被推翻了 不是吗 你认为 结果不是这样啊 那就不要再认为了嘛 你认为是错的嘛 为什么你错了 因为你赚不到钱 当然是错的啊 你认为会这样 游戏股 暑价来会大涨 所以你买进去了 结果你赔钱了 对不对 那就你认为错了嘛 不是吗 那你既然错了 就不要再你认为了 要被推翻掉了 懂意思吗 这个心态一定要调整过来 懂意思吗 做错不可怕 每个人都会做错 最可怕的是什么 是你不认错 不认错 其实就是纵容亏损 不断的扩大 你这一次不认为 你买游戏股错了 你下次还会再搞一次啊 到时候到了 寒假快到 游戏股会涨 又买进去 又高点又跌下来 再受伤一次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怎么受伤的 懂意思吗 然后网家 你看到网家你想到什么 看到网家想到网路股 网路股想到购物 想到大陆的网路股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最近在美国挂牌了 他的创办人马云 几乎成为华人首富了 差一点点要追过李嘉诚 特别 那这时候大家想到 哇那马云 在大陆做 这个淘宝网 做网购 这个时候 台湾有一家网购的 做PC号的 你可以买东西 可以上东西 上网路上去买东西 你现在买 晚上就送到你家了 不用24小时 你白天9点多上班 10点上班 你跟他买卫生纸10包 你下班的时候 你家管理室 已经有一包卫生纸 是你的了 PC号寄来的 所以同样的 阿里巴巴 台湾的阿里巴巴 就是PC号 所以大家想到 阿里巴巴挂牌 会赚很多钱 变成很有钱的人 这个时候大家想到什么 想到网价 那你认为网价会大涨 有吗 这怎么涨 你告诉我 这三线转空 怎么涨 那你认为网价会大涨 那是你的想法 那不是绝对的结果 那是你自己在那边 异想天开而已 不是吗 就像很多事情一样 你认为大力官会大涨 你认为游戏股 暑价会大涨 结果没有 你认为阿里巴巴挂牌 网价会大涨 没有 你认为 你认为 最后没有涨 你没有赚到钱 所以你认为 就要被推翻了 是不是 来 这是两个月前的新闻 7月29 今天是9月24 将近两个月前的新闻了 群联 上半年 每股赚10块钱 每股赚10块钱 半年10块 那不得了 这家公司可能一年 有机会赚两个股本 了不起的公司要群联 那如果你看了这个新闻 你觉得这个很棒 你买进去了 两个月 快两个月了 因为7月29 今天9月24 再五天就两个月了 你告诉我 这两个月它有涨吗 为什么一个这么大利多来都不会涨 那你就会想咯 当一个大利多来不会涨 那下次利空 它是要跌给你看 懂意思吗 利多不涨是很糟糕的 有没有 为什么它不会涨 我没跟你讲过 这两股票你不要追 它不会涨 为什么 这一段 为什么 它就空头格局 它怎么会涨 不是吗 所以你看两个月过去的 放再大利多都没有用 没有用 涨不动的 所以如果你认为 你认为 哇这个利多来要涨 那你就错了 因为股神系统告诉你 它是不会涨 那既然这样 你就不用追了 你认为没有用 股神系统认为才是有用 懂意思吗 我们再看今天的重要型股票 叫联发科 联发科曾经当过股王 联发科 今天台湾上市里面 成交值第一名 联发科 但是它今天差一点打到跌停板 差一档 你看联发科是盘中差一档打跌停 对不对 很可怕 来看一下K线 哎呦 天哪 怎么跌到这里 那这里是哪里 对照过来 大概在四月初的位置 有没有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从四月开始买进的 你看这里是不是四月初 对啊四月初啊 今天跌到441 在这里还没有到441 今天破性低 所以数字跑出来 所以你看从四月买进的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到现在全部套牢 四月套五六七八九 这五个月买进的 全部套牢 好可怕 五五一二三四五六个月了 快六个月 还不到六个月 全部套牢 那怎么会这样 应该大涨才对啊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又认为了 你认为你认为联发科应该大涨 为什么 因为联发科太多利多了 所以你是不是要认为联发科应该大涨 但是最后你赚不到钱 为什么 那创新低你怎么赚钱 那为什么你认为联发科会大涨 太多利多消息了 版面还好像一致 这都苹果日报做的 你发现这个版好像差不多 有没有 六月二十六 七月十六 好像固定在花利多 有没有 哇四季版图都到位了 四季八二星手机都来了 对不对 那你认为它应该大涨 对不起 大跌 对不对 是不是跌到这里 是不是大跌了 这六个月买进全部套牢了 虽然很多你认为是要被推翻了 懂意思吗 他就是错了 因为很简单你赔钱了 那如果你认为是对的 你就会赚大钱了 可是不对 那就表示你的方法错了嘛 三亿名股市一路3008 股市里面很多人在说故事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 这个说故事的人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可以确定一件事是什么 你相信了多半没有好下场 有没有 有啊 联发科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认为他要大涨 哇 不是很多人跟你说很多故事啊 他四核心手机到了 大陆玩八基通通采用联发科的这个 这个晶片 未来也不得了 结果不得了股教为什么掉下来 应该涨上去才对啊 懂意思吗 所以很多人在跟你讲故事 哇 看很多访谈节目 都跟你讲好多好多故事哦 有没有 那请问这个说故事的人 他到底想要干嘛 你不知道啊 他是拿人家钱 要讲这个利多 还是他别有用心 还是他要叫你帮他抬教 还是他根本就是鬼扯 只想领个通告费的 新闻稿哪来照念 你不知道啊 对不对 但可以确定什么 你相信多半不会有好下场 有啊 最后不是又跌下来的嘛 透这边 所以我们说很多你认为要被推翻掉了 只是你不晓得要不要把它推翻而已 你心里有没有想把它推翻 你也没有想要反败为胜 你也没有想要把这些方向 做一个真正的导证 不要再迷信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不会让你赚钱 他只会害你而已 就像毒品一样啊 既然只会害你 你干嘛还要吸呢 是不是 来 高通 4G杀价强势 为什么 金华科把4G手机 很多市场都占了 那他也在做4G手机啊 那当然占不到市场怎么办 很简单啊 我杀价竞争很简单啊 哪一个商业模式不是这样 我接不到单纯价我降价 不然你就要挂了 降价很正常啊 当然降价的时候 他利润就博了嘛 你要嘛就降价 要嘛就把市场让给高通啊 那股价就跌下来很正常啊 有没有 当你看到这个新闻 今天苹果日报登的 手机晶片沙价站 外资坎纳 零发哥的平等 当你看到今天这个新闻 9月24号 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苹果日报登出来的时候 对不起 那股价怎么在这里 当你看到新闻 你告诉我 你来得及动作吗 你来得及跑吗 你已经赔多少钱了 投这边哦 那怎么办 对那怎么办 好那怎么办你告诉我 你一定不知道怎么办的 当然如果你不怕 不怕不怕你就继续报啊 投这边哦 那如果你很怕 哇股票 点一下我很害怕 晚上睡不着 我心脏病都来 那赶快卖掉啊 你都怕得都快快快挂 你还不卖那何必呢 何必为一点点钱 跟自己身体过不去呢 所以如果你很害怕 你晚上都睡不着 你很痛苦 卖掉 那最简单啊 难道你报着股票 然后不晓得明天会不会再跌 然后一直很痛苦 痛苦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不需要这样 懂吗 那你不怕不怕就继续报嘛 有什么好怕的 反正你都不怕 你怕什么 那怕呢 怕就把它卖掉嘛 不知道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你找我啊 因为我是告诉你正确答案的人 真的吗 哎呦 这联发科不是转工好几个月了吗 有啊 我不早就跟你讲 联发科你不能碰了吗 你有没有讲 我不要讲说 这边这边三个月前 两个月不要讲 最近跟你讲这里就好了 来 导播请进 9月12号重播台 来导播请 股神系统什么格局 哎呦 怎么反应要这么沉重 所以你看过去三四个月 请问联发科有涨吗 涨不了对不对 所以要小心了 有没有跟你说联发科不能买 我怎么知道联发科不能买 我设计的股神系统告诉我的 它转空了嘛 当趋势跌破要再翻多很难 没那么简单啊 懂意思吗 所以几个月前我就跟你讲 联发科你不要碰 这才是正确的嘛 懂意思吗 来 你看这么多反利亚 5 1 2 3 4 5 6 7 8 9 一大堆反利亚 反利亚什么意思 有人说反利亚什么意思啊 本来就是压力懂的嘛 每一个压力就像路上摆一个石头 摆一个非常大的石头 你要一起挑战压力 过不过 同一边哦 你怎么知道它一定会过 那万一不过呢 吃力不讨好嘛 很简单啊 既然吃力不讨好 你这种股票就先避开嘛 这有什么好讲呢 是不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趋势不懂 又不知道压力 又不知道压力 趋势在哪里 在股神系统里有啊 这不是转空了吗 趋势是往下了嘛 转空了嘛 趋势不懂 你又不知道压力 压力在哪里 有啊 这每一个反压啊 都是反压啊 懂没有 你又不懂趋势 又不知道压力 就像蒙着眼睛打仗 那你打败仗很正常啊 当开始要打仗的 每个来比准的 对比你的防护武器 比你的钢盔 比你的防弹衣 那你蒙着眼睛 跟他打来来 我们来打仗 我们来打仗 你疯了 那几张在碰 你就怕戏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你蒙着眼睛 你怎么跟人家打仗 为什么是蒙着眼睛 你又不懂趋势 又不知道压力在哪里 当然是蒙着眼睛啊 那输钱是很正常的 同学们 你要再输下去吗 你要问你自己 懂意思吗 没有 发生 没有开始 就不会发生 很简单 你都不愿意开始 那怎么可能有好事情 会发生呢 不可能 来 这个礼拜 礼拜六 我要在台中办一场演讲 或许你很多东西还不懂 没关系 来 来演讲会我教你 这礼拜六下午在台中办 当然会场大概只有60个位置 所以我需要你把手续报名 把它报好 不要说到时候一来两三百个 然后挤也挤不进来 然后里面只能容纳60个 有时候没关系 我热一点 你没关系别人有关系啊 你愿意热不代表别人 因为你跟你一样那么热啊 我们演讲是很轻松很舒服的 不要60个进来120个 然后每天挤着这样 然后很痛苦 然后每天一直删 哦 我要拦死 我要拦死 那不要办好了 那办也没意思啊 对不对 所以你很想听的 打尿进来就好 你还在考虑 那不要考虑 你不要来 懂意思吗 到会场 先完成报名 而且先到的 张艺民股市一路 会把它送给你一本做参考 当然你会问说 张艺民股市一路 当然你问我说多少 我觉得是无价啦 你随便一个观念你不懂 你可能就赔很多钱 所以你问我说这个多少 这是无价 你再多钱都买不到 找到会场了 我们再做个朋友 记得把电话打通 预约人家 我们进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江南园林大园 汤泉国际 台湾造正 江南园林 山海豪景 台北湾No.6 江南大宅 2805-9898 大宇国际 护身系统演讲 要告诉您 隐形冠军二部曲 古神系统造就富豪 完整技巧大公开 9月27号星期六 下午在台中 免费入场 作为有限 额满为止 请先来电一约 再来个球播 02-2500-6999 2500-6999 大宇国际头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支付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头疼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鵝排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倒快 十米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 男友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时间又不够了 我们讲快点 来 可不可以买 不行 因为三线跌破 可不可以买 当然不行 这走空很久了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头疼 这转空很久 你高档早就要出了 更不要说来到现在 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 因为三线跌破了 懂意思吗 为什么紧缩都不会涨 因为他早就三线转空 他怎么涨 联军 今天短线反弹 可不可以追 头疼 我觉得还没有 不要去抢空头的反弹 因为根本没有翻多 那你等翻多再说 懂意思吗 如果你今天看多 那你这里也看多 那一赔就30块了 懂意思吗 来 做对方向的坚持 是利润放大基础 你什么时候坚持 做对的时候 做错方向的坚持 是亏损扩大的货因 什么时候不能坚持 错了有什么好坚持的 错了就赶快卖 有什么好坚持的 抱越久 赔越多而已 来 可不可以 你早就要出了 不是吗 来 这有什么好说的 时间的关系 我又讲不完 来 进棚 可不可以 不行啊 这走空半年 你干嘛去买进棚 投资没有 所以很多原因 很多股票 你都可以避开的 来 投资没有 你看这样一拉回来22块 62跌到40 那如果你没有避开 一张40 赔超过35%了 很可怕 投资没有 你不要再看这个了 如果你看这个会赚钱 你今天就不会 华雅科就不会赔钱了 懂意思吗 你看这个是没有用的 懂意思吗 那如果有用 你就赚钱了 很简单 如果没有用 你就赔钱嘛 那你赔钱代表 那是没有用的 那你什么有用 看这个有用啊 跌破就赶快卖 不然就反手放空嘛 那你会说 张爱民你做什么 我放空啊 空两次 赚十块多而已 没有很了不起啦 但是我相信 比那套老人 哇那是太了不起了 至少方向是看对的嘛 懂意思吗 来 为什么股市赢家一直都不多 因为你自我意识太强了 股票操作常常是违背人性的 懂意思吗 那违背人性 你没法去克服之前 你通常只有缴学费而已啦 懂意思吗 来 时间又到了 不要让回家的路越来越远 为什么你回家路会越来越远 方向错错 钱越来越少 你的理想越来越没办法达到了 家庭失和了 为什么家庭会失和 你把大家赚了血暗钱 把他赔掉了 那当然会不爽啊 很多人一个月赚了三万 存个两万 存个一万 存了好几年 存个一笔五十万 结果你三两下就把他输光了 那当然很不爽啊 最后夫妻吵架离婚 什么都来了 是不是 所以不要让回家路越来越远 家是全世界最温暖的地方 一定要记得回去 要回去很简单 股票是把它做对 没有把握就不要做 就这么简单 来 这个礼拜礼拜六 我在台中办一场演讲 记得打电话先进来议员 因为会场位置有限 预约完再来 没有位置就不要来了 不要来这边挤沙丁雨 很热很热 没关系 你没关系别人有关系 别人不要跟你挤啊 懂意思吗 找报名 而且找到会场了 我会准备股市一路 把它送给你 送完为止 记得把电话打通预约 我们进到这里 台中地区 记得有空就过来 我们进到这里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主题是现在时效最夯的自行车 你知道吗 骑自行车可以使用手机吗 不然怎么短救世界 很危险耶 会出人命啦 喝完酒之后 可以骑自行车吗 不行 醉不上道 知道吗 晚上骑车 要使用车灯吗 没啦 就跟车子 盖手 哎呀 要开啦 跟别人才互相看得到嘛 持自行车 不可以使用手机 不可以喝酒 夜间骑车 使用车灯 铁马安全行 自在好心情 多不关心您 大与国际 古神系统演讲 要告诉您 隐形冠军二部曲 古神系统造就富豪 完整技巧大公开 9月27号星期六 下午在台中 练练